主料,藕300克,主料,干辣椒,蒜,油,盐,鸡精,白醋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藕去皮,切薄片,放进冷水中浸泡带有,干辣椒切小段,蒜拍碎,切好的藕片桌水,锅里放底油,七八成热,放入蒜末,干辣椒段,炒出香味,放入白醋爆香,放入沥干水分的藕片翻炒, 放入盐,鸡精,翻炒均匀速度即可,烹饭技巧,由于泡片超过水,不要再长时间的翻炒,会影响爽脆的口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